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熊》 李爱 我强烈建议你穿着这一身 跟双科去一下 他刚去过的地方 很难及 我今天拿到我们要聊的题目 然后看看我们三个人穿的衣服 我们就觉得已经是挺怪异的 冬天 你这应该是春秋 春秋 我这绝对属于夏天 现在这女孩晚礼服都跟比基尼似的 就这个还好吧 一时封上 就文靠的新发现 没错 我们就靠你活色生香了 反正世界末日都快到了 不至于吧 尽情的漏 这个要问李社长 咱们世界末日 李社长 我跟你讲 自从我们上次谈过之后 我们又收集了很多证据 你还坚持你的观点 种种迹象表明 咱俩又得辩论一番 2012年 种种迹象表明 2012年的征兆出现了 而且我这都是科学证据 咱们请李社长去看看照片 什么征兆 这是哪 这是哪 这是印度 去年异常天气 异常高温 你知道吗 人们不得不躺在地下降温 躺在沙滩上面 你看对 就是就热的不行了 只能躺地 你看着像自杀是吧 对 然后再看下关 近40年来最严重的高温干旱 俄罗斯森林大火 再看 近81年来最严重暴雨洪涝 巴基斯坦死了18000人 再看2011年的新年夜 这是最近的 3000多只八哥 你知道吗 八哥 我不是美国人管家玩叫什么 在阿肯色州小镇上空 坠亡 就是死了就鸟群 就掉下来就死了 你再看下边 这是什么 2010年8月 英国东海岸数十只海豹 莫名其妙的 在海滩上就死了 身上反正还有螺旋形的伤口 他们说是外星人改追钻的 然后说下边伊朗海滩 瞧瞧没有 这多可怜 一个月内152条海豚 拦都拦不住 就跟抗拆迁的似的 他就往海滩上就自杀 你知道吗 你再看 上课 有人研究了 这是Google 最近世界各地发生动物群体死亡事件 它就标出的蓝蓝点 就是密集区域 但是我这发现一个规律 也有人认为 你看北美没有 北美那边很密集 他们说在墨西哥湾附近 所以也有些人说 跟漏油有没有关系 就像特别是你说八个掉下来 然后旁边又死了好多 那种感觉好像附近有化工厂的感觉 就是有害 有害气体啊什么之类的 排了些污水啊 哎 那个可能倒还真到有一种可能 但是呢 现在我们刚才开的图片里面 我第一个感觉呢 在墨西哥湾那块比较密集啊 除了跟漏油以外 大概重要的是海洋 现在出现的海洋的异常 就像我们今年 我们现在大家接触的很多的异常的天气 对 其实呢是因为赤道附近 我们都知道叫拉尼纳 叫异常 是因为赤道附近的海域的海温 海水的温度比正常的低了很多 拉尼纳好像是厄尔尼诺他妹妹 他反过来的 厄尔尼诺讲的呢 是那个温度升高了 那个拉尼纳呢 是指着赤道地区海洋的话变冷了 变冷很可怕的 那是为什么呢 所以呢现在为什么呢 这很多原因科学家致敬 也没找出什么原因 世界末日快到了 赵燕你别吓唬我 倒不是末日要到了 他们说李商科在南极 发现那个不是说 那个南北极的极点就变换吗 说说你 词极点 是不是现在南极 已经那个极点啊 已经飘移了 是 你看 这个词极点 因为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南极点 北极点是我们算出来的 实际上 实际的地球人不存在的 那是根据数学计算的一个理论点 对 那么这个点呢 跟那个我们的罗盘 大家知道罗盘所指的南 词极点 北词极点 它根本不重合 而这个南词极点 北词极点 因为它是因为地球里面的 受里面的这种 这种地核的物质的变化的影响 所以那个南词极点 北词极点经常在飘移 这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 能飘移多大 飘移的幅度 比方说现在应该在70多度 它有可能飘移到 南威50多度 80多度 都很正常 而且在地质历时期 出现过倒转 也就是现在的 就是南极变北极 对 倒过来了 那不是大灾难吗 这个倒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历史上也并没有发现 说南词极点 北词极点 飘移了 或者倒转 对地球上生活的这种生物 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影响 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明 但是那个候鸟 是靠这个词极导航的 它会不会突然一变 鸟 反向 它是从南极到北极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讲南讲北 那是我们给它定义了 你把南极你叫北极也好了 那是因为我们起了个名字而已了 所以我觉得南词极和北词极点的这种倒转 对我们地球上的生物说带来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或者说灾难性的 这恐怕是 你没听说吗 最近很多人都说 说这个气候 非常奇怪 北京92天 到现在没有下雪 没有下雪 党中央怎么号召都不下雪 不听话 说知道是好像是年29还是大年30 如果还不下雪的话就已经创了记录了 是 这个干旱的时间已经创了记录了 我们老家山东啊 就现在讲啊 32万人喝水难了已经 对 山东特大干旱 全省300多条河流已经断流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有很多的小型的水库 大概是在山东我看到的 有一千多个小的水库 全部干掉了 这是 而你看我们今年很奇怪的是 北方地区整个的话偏干 南方雨雪 南方的话呢 雨雪天气 这个呢 可能是说明一点呢 至少气候是在变化的 不变是不正常的 一定是在变化的 至于说呢 哪个地方变干变冷 或者变湿 或者说变得怎么样了 那是有很多因素在这里面 其左右的 所以现在大家动作 可能一想到气候变化了 都讲到说变暖变冷 至少说呢 我觉得 对于变暖的这种警惕啊 我们是需要的 因为全球变暖的是基于一个假设 非常著名的假设 就科学家说 全球气温上升两度 会带来什么影响 要降低两度 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科学家发现 要是温度上升两度 带来性的灾难 对我们人类的这种破坏性 比全球气温下降两度带来还要大 这是引起我们人类的警惕 因为人类是一个趋离避害的动物 我们一看 那我们人能不能做到什么上 我们发现 如果说要 我们知道 未来如果要变暖的话 大家听着 我讲的是如果 是个假设 要变暖 我们人类又能采取点办法 好 那我们现在行动起来 因此呢 变暖是基于一个假设 它不是事实 我们一定要封清楚 科学假设 跟我们行动刚的是两码事 但是现在至少说我们看到的 在很多地方并没有 真的没有变暖的迹象 比方我们去南极看到的 你的南极 还有这变暖的迹象 南极看到的大量的还是 应该说还是在正常 还是一个区域变冷的一个过程 这全球的气候的走 整个的走向是在变冷的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冷的周期 在一个冷的周期里面 它会有变暖 有什么有这种上下的这种震荡 你觉得现在总体上还是变冷 这是全世界科学家都承认的 我们是处于一个很长的冷周期里面 你在整个一个冷周期里面 可能会出现这几年暖一点 那两年更冷一点 这都很正常 但它总的趋势气氛是在降低的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以前一直没听过的理论 比方大家说在南极 用了很多说南极的冰山怎么样了 但实际上南极的冰山 它的寿命就是这样 它当冰从冰盖里面风铃 然后掉到海洋里面变成冰山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 那么有人用一些北极的 什么北极熊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来说证明它生活艰难了 其实恰恰一点 北极熊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一个大型的动物 每500平方公里范围内 只能养活一头北极熊 所以你想一想 500平方公里才能养活一头 它得吃多少 因为它食物很匮乏 没有食物很少 没吃的 它只能就是天天就想办法 它唯一的它活着的价值就找吃的 所以它跑很远 你说它每一次觅食 它跑个几百公里 这很正常 非常正常 并不足以来说 一头北极熊的生活状况 一个冰山的变化的状况 能证明说变冷了或者变暖了 根本站不住讲 说实话冰山这离我们有点遥远 但是火山有点害怕 因为现在网上有说 那个黄石公园里头的 那个最大的那个火山 说是它有要爆发的迹象 说是2012还是什么 这也有人支持你的论点 对对对 说那个如果它一旦爆发的话 三分之二的美国国土 都将在火山灰下 我跟你讲 美国人 你还别说 美国人好莱坞拍电影 不是像中国那么瞎编的 他哪怕拍一个幻想的 他有他的一些 美国人有些都也瞎编 是吗 不是你比如说 你像阿凡达 人家要拍一个这个 人家瞎编到不瞎编的程度 都专门出一个词典 你知道吗 这个导演十年的功夫 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 它能编成一个词典 而且这个语言是真的 他找一个研究语言的教授 就发明了一种语言 不是胡说的 同样2012 他们说也有根据 当然可能不是你们这种科学家认可的根据了 但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是吗 这个是 黄石公园这事 黄石公园它的火山 它本来就是活火山 它经常会有间歇性的喷发 至于说是不是2012 或者过几年怎么样 有多大规模的喷发 这个恐怕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业而已了 因为那是活火山 它是经常在 但说是最近活动的特别的 在平凡一点 活跃 然后说是那个 有可能 谁闹的 有可能但是你说 像你刚才所讲的 说那个如果它喷发的话 火山会影响美国的三红权的国土 那就是意味着它的喷发的规模很大 那是巨大的一个喷发 恐怕这个致敬也没有见到有这种 这方面的专业团队有这样的 中国人民良好的愿望而已 没有良好的愿望 全家自在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上科你看 这个科学有时候我们听不懂 可是人很多时候是依据自己的常识 我自想 你看我也北方人 从小北方长大 我活了40年了 那么我没 年轻 40年我没见过这个情况 这个就下雪 怎么就不下雪呢 这个过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呢 那为什么呢 是跟我们这个 什么干嘛 人类活动造孽有关吗 而且你们有发现所有的历史 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看那个历史写历史书的人都会在之前先说天气异常 天气怎么样 多少多少年 多少天没有下雪 或多少多少天没有下雨 或者是下了多少天雨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 重大的人类的一些历史事件 人家说 人家说北京这段时间这么长时间不下雪 搞不好是后世一段史的开头 没错 那天有个信佛的朋友还跟我说 说听说净空法师说 他今年准备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就是说佛教里面是有讲这个东西的 就是说有感应 比如说称慧 就是这个人生气火 你看感应就是火灾 或者至少不下水 不 我觉得肯定人会受天气影响 改变心情 所以没准在最终看不见的某一点上 人世是和自然会有联系的 会有性交换的 当然你说人对自然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自然对人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人我们是作为自然的一个分子了 但是说人类活动推动的地球上 像现在这种气候异常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 人没那么大的力量 人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们说改天换地 他跟那些环保NGO打对台 就倒是这么说 这是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 和空间尺度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子 你看我们人多厉害 本来人家原来这是农田 我们才盖成房子 变成我们的演报室了 你在这个空间尺度上 人很厉害 了不得 明天你可以把它拆了 再盖成什么豪华的宾馆别墅 你看看人多厉害 但是你对整个地球来讲 所以说并不是观点的冲突 而是说我们是关注点 你的空间尺度在哪里 但是你讲一个时间尺度 你比如说地球变化 地球上的气候变化 温度变化 或者整个环境变化 那都是几百万年 或者上亿年作为尺度的 世界科学界也承认 今年这个气候相当异常 那你指的是 在多大尺度内它不正常 我觉得说至少是在 一个全球尺度 所谓的星际尺度这个范围内 的确今年气候是出现异常的 这种异常的 当然我们听到的 异常和正常都形容词 它不是个精种的 你说异常是根据我们的感受 就像说天气 今天实际上已经比昨天暖和很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就开始 穿的衣服少一点 可能跟我们记忆中的夏天 温度又不知道低了多少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 说那么寒冷 人第一有适应 第二的话 我们感受都是相对的叠加过来的 这是人类的认知 跟其他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异常还是正常 都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知 它是个形容词而已 但他这么说完以后 其实我们的感觉更加无力 因为你对 等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气候 对天气 对于整个大环境 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人类是有认识和适应 人类是无力 无力改变整个的自然界的发展趋向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定是要坚持这一点的 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当年的说 人定胜天 人什么都能改变 实际上人你所能改变 但是你脚下这一亩三亩地 那我问你 对地球来讲 你没有力量去推动它 那我问你 现在对于减少什么汽车尾气 这个一定的 这个对吗 这个是一个 第一是一个节约的概念 我们节省 不是为了温室效应 你这个尾气排放 包括一些这种化石能源的利用 它跟你的气候变得变得没有关系 它搭不上界 它是个节约的概念 就像咱们吃饭一样 你能吃一个馒头 不能因为说这个馒头便宜 你有钱 你弄一大桌馒头 吃一个浪费一堆 这是不道德的 反过来 还有一个观点 人类呢 你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分钱微不足道 随手扔掉 人说你是败架子 但是一分钱卡在你的豪华汽车里面 你为了说体现 其实说我节约要把这一分钱找出来 把你的豪华车拆了七零八落 你看看 前来说是败架子 后来说脑子有水 我想这是这点 节约的概念一定要分开的 节约是什么时候都节约 可是你为了 你为了节约这一点东西 就像我们说 现在有新的这种CPU 新的这种这种电子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我看到的报告呢 它是每一小时节约的电 大概是0.001毫安 尽管这0.01毫安很少 但是浪费绝对不应该 对不对 绝不能浪费 可是你要让全世界的所有的处理器都换成这个 为了结约这一点 想一想我们的投入要多大 你看能行得通吗 费了多少点才研究出这玩意儿 我再问问你 你刚从南极州回来 你他当年就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嘛 这么些年来你眼中看到的南极州有变化吗 我觉得南极州还依然如故 南极州那个冰雪的累积 尤其雪的累积还继续在加强 并没有说减少的趋势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大烂的照片 我们看到了在西南极 当然我们这次是主要在西南极地区 像一些岛屿 我们用冲锋州上过很多岛去看 这么多年累积那个雪一层一层都在加厚 那说明它并没有明显的说变薄了 或者说累积少了 因为雪的累积多了 冰是由雪转化来的 你没有雪怎么可能有冰呢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纠正的一点 大家第一我们是不能说 你看见一个冰山在消炉 你就说哀叹 在气候怎么样变化了 它本来那个冰山掉到海里面 它的寿命就是有限的 它掉到海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加入全球水循环 它自己的最终下的一定是消融掉的 但是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什么 全球气候变暖 然后冰山在消融 那个北极熊很艰苦 其实对我们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要节约一点 我们要环保 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些约束 但刚才理事长那么说完以后 我觉得自己很无力 其实我干这些东西 对帮助北极熊一点用都没有 当然还有用的 在这点以后 我还真是特别的赞成 或者支持你们这样的一些参与到这种 社会供应行动里面 因为包括我本人 我现在也加入这样的活动 比方说绝对的让周边的人 包括一些亲戚朋友 周边人再也不要去吃这什么鱼吃之类的 我们都加入进来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尽管说我们人类 我们力量很小 我们所谓的无力回天 无力推动地球朝东转还是朝西转 这些人类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我们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 首先我们减少浪费 减少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些奢华生活 减少对于这种资源的这种 包括对环境的污染 这一定是要有的 因为这最基本的是一个节约的概念 一定要有的 节制 所以你看过去我有一个理解 过去什么太上感应片里头一条叫万恶银为首 对吧 他后来人家说的 就说你这个难道说这性怎么就成万恶呢 后来我就我有我的一个理解 银这个字 在古语里边还当一个什么讲过分 过分 比如说烂施银威 不是说你发什么很色情的脾气 而是说你发了这个过分的银 银威 对吗 所以呢我觉得是万恶呀 以这个过分不节制为首 这个理解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已经有网友说了 就对世界末日的分析 说有这么一种说法 如果想验证一个事 是不是真的 就要看有没有权威人士 跑出来辟谣 如果有 毫无疑问 就是真的 这个意思 你这个出来 我 那首件事明我不是权威人士 我不能戴上那个帽子 我知道 有些时候科学家 他是根据已知 去做出逻辑的推断 但是商科你真的就不相信 我们说 我们未知的东西更多 难道不可能说大自然 夸他一下子 就是末日到来了吗 就是所谓的突变 突变 对啊 突变的话呢 在地质历史时期的话 曾经有过 比方说现在对于 恐龙的绝灭 对啊 灭绝 那有些科学家认为 那是一个突变 一个自然的突然的 一个变化 可是问题是这样的 突变也都持续了几百万年 他所讲的 你看几百万年 在地质历史时期上 那整整整的就像是报纸一样 是短短的一顺 很薄的一页 对人类来讲 几百万年 我们人类出现 还没这么久 老久 所以说 这就是个尺度的问题 你是放在地质历史时期 几百万年 就是突变 放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那不得了了 几百万年 我们都生活了多少代 就是自有人类以来 其实咱们在地球历史上 占的时间 是个很小的尺度 是吧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们2012的那部电影里头 有讲到怎么应对 如果是变成一个大的灾难的话 他造了一艘船 船 对 然后在深海里头 然后可能能够看过去 你觉得这靠谱吗 不太靠谱 如果有这样的突片的话 这也没有什么 那个片子做得很好 但是那仅仅是个艺术片 它就是艺术而已 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 它跟实际的东西 它没有什么关联 种种迹象表明 当年人类 或者说是 肯定遭遇过大洪水 非常大 你看圣经 包括中国古代 什么精卫填海的传说 大鱼治水 大鱼治水 他们说是个鲜民的记忆 说明很古的时候 曾经有过大洪水 而且的确是 就是在距今大概 应该是七八 七八千年以前的那个时期 因为的确在 你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有过这样的传说 我们后人把它作为传说 在圣经里面 在很多的 比方说在以色列 很多奠基里面 记住那段都是 都有吧 有这个 但是现在咱感觉 目前的情况是大汉为主 是北方汉 南方 南方老 这又怎么办呢 你知道如果说我们人类 我们是个超人的话 你从地球以外一看 也许地球上整个的 地球表面的降水量 没有变化 只是搬家了 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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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